-這個問題是 你如果說我的炒手牌 會在我的桌子吃錢 你來給我收你 我都不可以說 但是我只有一間房子可以讓我住那裡安心命 讓我家人可以住那裡站在那裡住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蘇嘉全先生講的 但是面對了邱毅委員提出了這一棟所謂大型的套天櫥之後 240瓶 蘇嘉全先生今天始終不回應 那麼不回應你可以說跟社會大眾講 你不回應是承認你說謊 還是無法回應 蘇嘉全先生也可以跟社會大眾或者透過幕僚 在過去針對這種問題 蘇嘉全先生會很快速的透過幕僚 或者是民進黨回應說 這個房子是我女兒的 那是也可以交代 不過你當說是女兒的話 神父兄委員剛剛那個說法就非常重要 錢從哪裡來的 那麼所有的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讓社會大眾來了解 那麼如果你說不是你女兒是你自己的 那你為什麼說我只有一棟房 所以到最後蘇嘉全先生這是一個最低的道德政治標準 不要用最高最低的標準跟社會大眾做一個說明 不能夠再像今天一樣從頭上閃到尾 稍後邱毅委員要提出來一個問題 請教蘇嘉全先生 也就是在這一棟房子裡面 這棟房子的標題上面一個大看板 就是爺爺文教基金會 邱毅委員要請教蘇嘉全先生跟蘇夫人的 這個爺爺爺基金會包山包海嘛 這稍後邱毅委員要提出來讓觀眾朋友 恐怕更進一步的來了解蘇嘉全先生 也欠社會大眾更多的一些的問題 惠文教育有話的時候 邱哥是這樣子 因為邱毅委員去質疑這個基金會 民意黨發言人有A咖跟B咖之分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咖 我們要告邱毅 趕快去 這種要趕快除之 告不是用喊的 是要去地狀 我請問他質疑這個基金會的問題 我不曉得你要告他哪一條 但是我要提醒 如果邱毅真的是有妨礙明明的話 是以罪一罰 但是誣告也是以罪一罰 你誣告我無事 我就也是無罪無罰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那個回應的態度 我是反對 其實不應該這樣 他邱毅質疑 你今天應該是開個記者會 把所有椰林基金會 知道通通攤在桌子上 今天第一個事情要對這個大套天署 對 包括套天署在報恩 給你拍個夠 套天署我都不打開 來…你下來看 我基金會在三樓大家來泡地 應該是這種態度面對 剛剛韜哥提到 今天禮拜三是民進黨的這個中常會 開完了 蔡英文出來講罵馬英九 然後蘇嘉全 其實我們記者有喊他 秘書長 秘書長 蘇嘉全當初沒聽到 掉頭就走啊 很難看 我不曉得我們提條 我畫這個剛才正在播出這個畫面 就這樣走 欸 很難看 我要請問蘇嘉全 教授 你要走多久 你要想多久 昨天的記者會 昨天不是出來蘇嘉全嗎 捐完有什麼問題 陳其邁回答他就走了 他昨天也不給問 今天也不給訪 我要請問蘇嘉全你還要選嗎 我最後講蘇嘉全 你現在是跟羅士雄在比速度 你對民進黨對立營 江公哲哲的機會 你今天宣佈退選 羅士雄跟國民黨馬上就軟脫 如果今天是羅士雄卷說我退選 蘇嘉全你怎麼辦呢 選立委的都覺得說我很堅疑 我選不下去 你不要選副總統 每個選立委的都可以這麼堅疑 對啊 所以要比速度了啦 這個邱毅委員馬上要提出來 這個蘇嘉全先生這個基金會之前 蘇嘉全先生真的應該 你是默認說 我在說白痴喔 欸 這個很嚴重的事情 原本昨天說我這樣子 這個所謂的合法 我把它捐出去 不管你怎麼講 他至少是一個姿態 可是捐出去之後 今天再被邱毅說 有這一棟大房子 這個大房子我告訴你 就我是怎麼樣乾乾淨淨 光明磊落 交代清楚 但是用這種態度 今天有幾個民進黨的朋友都說 不要啊 聽說有一個椰林基金會的事情 都說不要啊 這有可能有一槍斃命 我說你們怎麼知道一槍斃命 他說基金會的建設到 國家主要運用的問題 用所有的政治內部 國家頭上去 平那邊也知道說 平那邊比較好 我們生活在一個 所謂即時透明的時代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隱藏的 委員等一下講的 我不知道那個蘇候選人 心裡面有做什麼樣的打算 你現在所有對外公開的說法 都是未來人民法庭 要審判你的呈堂證供 請你小心回應 因為很多你的同志都說 這絕對有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們就看委員怎麼講 也希望蘇候選人 好好仔細的聽 你到目前的處理非常差勁 你根本是治標不治本 你在救我不救黨 你在救這個黨 但是你不救人民 我覺得你的心態 會透過這個基金會 會得到最陽光式的檢驗 我們等著看 我全部都贊成 但是只最後那一句我不贊成 我認為蘇嘉全 現在並沒有想要救民進黨 他從頭到尾就是要民進黨保護他 不是這樣子嗎 違法了 民進黨你要全體動員 然後火力全開 然後來保護我 現在蘇嘉全是這個樣子 坦白說 我們並沒有要求政治人物 完全不能犯錯 這世界上沒有完全不會犯錯的人 不是選聖人 可是犯錯了至少要會認錯 而且至少要知羞恥 這才叫做最低標準啊 不是說你硬拗叫做最低標準啊 最高標準 這個才是最低標準 就是也許你犯錯了 但是認錯了 而且知羞恥 那人民還會給你一次機會啊 可是你要硬拗下去 違法了 然後接著硬拗 然後把整個黨通通都拖下去 我坦白講 現在民進黨打的就是標準的物賊戰術 現在談蘇嘉全 違建啊 農社 他就開始舉國民黨 這個人也有那個人也有 你說民進黨別人沒有嗎 我們坦白說檢舉信函 如雪片般飛來 可是為什麼一個都不去談 因為那下交流道 因為你總要把一件事情談清楚 我們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不敢講所有的民眾都要比照 但至少政治人物比照 然後每一個人謹言盛行 這總是社會自欽的一個好方法吧 至少一個副總統的參選人 做一個最低的政治標準的示範 是蘇嘉全先生 你今天閃躲就表示你說謊 剛剛觀眾朋友看到那個畫面 我只有這間處 蘇嘉全先生你說謊嗎 剛剛我先鼓勵一下 因為身為委員提到非常關鍵的問題啊 我先鼓勵一下蘇嘉全 因為這是蘇嘉全最後一次監察院的財產申報 填寫的時間是 96年的12月12號 他當時的存款 他當時的存款是 1110 1110幾萬 18萬 我希望蘇嘉全先生 公佈一下下一年的存款變化 因為下一年的時候 你在97年5月29號 買了那兩棟登記在你女兒名下的五層樓的透天處 照講你的存款應該會減少 我希望蘇嘉全先生公佈一下 因為我看不到你後面的存款紀錄了 你最後一次 96年的12月 你所公佈的存款 96年的12月12號 你公佈的存款 1100多萬 我希望你公佈一下 你在97年 5月29號以後 你的存款數目 我來看看 你的存款數目有沒有變化 這是這個邱毅委員 現在就要提出來 蘇嘉全的這個 椰林基金會 是不是包山包海 那麼這個請蘇嘉全辦公室 或者蘇嘉全幕僚 現在趕快錄影 把邱毅委員 現在接下來要講的話 每一句話都要錄影下來 我來補充一下 他如果公佈的話 其實陷入兩難的境界 你說公佈什麼東西 就說剛剛邱毅要求的 買這棟房子 不是 公佈第二年的存款有多少 如果第二年的存款下去了 那表示這個錢是你的 那就有正義稅的問題 如果沒有下去的話 那錢是從其他地方來 那有資金來源的問題 所以不管怎麼報 我覺得他都欠這個社會一個交代 不是 但蘇嘉全先生 昨天也公佈說 我要把我的財產 跟妻子的財產 跟女兒的財產 都要公佈 一個禮拜之內公佈 那千萬不能夠撐回去 千萬不能夠撐回去 不是 現在 就是讓邱毅委員 請趕快錄影存證 邱毅委員 今天要接出來 這個是剛才 楊文嘉先生指出 說是很多民進黨內部 認為這個 椰林基金會 才是 如果跟所謂的什麼豪宅農舍 或者是什麼鐵皮屋的話 天地的一個差別 這才是蘇嘉全先生 該要非常認真面對的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不過邱毅委員 在今天如果揭露任何事情 當然就是邱毅委員今天 可能只是有局部性的 那麼趕快 明天一早 立刻控告 而且蘇嘉全先生親自到北檢 或者到任何地方去按鈴控告 還是你用致訴都可以 邱毅委 我們要開始揭開 椰林文教基金會的神秘的面紗 真的椰林文教基金會非常的有名 我先講第一件事好了 椰林文教基金會的 設在屏東市中校路281號的三樓 它的董事會的組成是什麼呢 我請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董事會的名稱 董事名稱很多 非字很小 我把重要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椰林文教基金會的榮譽董事長 是蘇嘉全 董事長是洪恆珠 執行長是陳永生 很有名啊 這個介紹一下 陳永生啊 是屏東縣政府的建設局長 他有什麼奉公偉業呢 他發了一張建照給洪恆珠 就是那一個農地上面 被高度爭議的豪宅農社 那個建照 蘇嘉全不是講嗎 我是有執照的 我是有建照的 誰發的 陳永生發的 那陳永生是誰 是蘇嘉全的哥哥蘇嘉瑞的女婿 陳永生更有名的是 他在1999年寫的論文 在2001年被蘇嘉全操了 但是後來娶了蘇嘉全哥哥的女兒 得到蘇嘉全的重用 還成為蘇嘉全 屏東縣政府的工業設計會的總幹事 後來蘇嘉全做了內政部長 他竟然做部長辦公室主任 後來再回到屏東縣政府 做了建設局的局長 建設局的局長 發建照給洪恆珠 就是那個榮社豪彩 還有其他董事 你講到這裡讓大家先 能夠了解一下狀況 這是在屏東設立的 椰林文教基金會 蘇嘉全當縣長的時候 就有這個基金會嗎 對 沒有錯 有這個 那董事長是恆恆珠女士 他有公務員的身份 那執行長叫陳永生 也有公務員 是屏東縣政府的建設局局長 這個您剛剛提過了 這社會大眾好像 有點可以接起來的感覺 這個因為蘇嘉全 開口閉口就是 這個屏東縣政府當初 07年核准我的所有建造補照 那時候的真正的 最高的主管 就叫做建設局局長 就叫做陳永生 那剛好 那剛好是巧合嘛 我就是這個 是在我的這個基金會裡面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巧合 我再說一下 不會巧合那麼多的 接下來談董事好了 蘇嘉全那時候說我要告邱毅 因為邱毅說 我自己發照 發給我自己的龍舍執照 不是啊 他說我已經不是縣長了 他說縣長是代理縣長 吳應文 大家記得嗎 吳應文名字很有名吧 吳應文就是那時候的代理縣長 蘇嘉全去做內政部長去了 吳應文就是 燕林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本來是副縣長 蘇嘉全做內政部長以後代理縣長 他是董事啊 接下去還有董事 對對對 那麼這要再停一下 這觀眾朋友 這個森委員 到目前為止 這個基金會是在屏東設立 然後蘇嘉全先生為主跟他夫人 但是裡面已經有兩個董事 一個是建設局局長 一個是代理屏東縣長 都是跟蘇嘉全先生在發照的時候 那個關聯性 我覺得跟發照的關係 還不是最嚴重 我想讓邱應繼續講話我再回應 是 你覺得有 這中間已經有嚴重 跟我的經驗法則是違背的 因為基金會不是這樣搞的 可是就一個一般社會大眾來講 大家想想你看 蘇嘉全不是開口閉口 我這是合法的嗎 這是屏東 昨天還在這邊講 我來是吳英文代理縣長 跟這個陳永生 陳永生 都是你基金會的 基金會要怎麼樣 基金會是一定要都自己 募款的 募款 而且是最信任的 最信任的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兩個 已經有點拙募結舌了吧 後面比較沈募結舌 因為這可以說明後面的很多事情 不過談到 我覺得對於陳永生扮演的角色 比較重要 因為蘇嘉全口口聲聲說 他的農舍之所以合法 是因為他手上有執照 可是如果這一個執照 當初發放就有問題呢 以陳永生跟他之間的關係 既是親戚又是親信 坦白說關係太過密切 你要告訴我們說 這一個農舍當初在整個的審核過程當中 都沒有尋思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開放 我還是這個論調 我們現在看空照圖 每一個人看空照圖 怎麼看來看去都覺得 這個沒有農地農用 而且那個農舍應該不只十分之一 就是我們憑這一個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基本的算術能力 都覺得不太合理 可是屏東縣政府堅持合法 然後這個蘇嘉全也堅持合法 那現在既然捐出來了 真的讓大家實地去看一下 那麼現在大家至少我們的智慧不夠 蘇嘉全先生是能夠開示我們一下 那現在民眾只好靠拼圖 你蘇嘉全先生說 你所有一切我捐出去 因為我合法捐出去 誰跟你講說你合法捐出去 剛才邱一文在一開始 把常治鄉所有申請農舍的 嚴格的規定 那麼有沒有通過這些規定 要不然就是包庇 要不然就是作假 那麼這是社會大眾來進一步檢驗 可是你剛剛提的這 謝謝